歡迎回到PO1流亡按道可以實況 哇這個改版之後呢 我們剛才已經談論到了有兩個改動了 那其實還有一個是 就是最早之前 人們覺得非常驚喜的是 哇因為現在過去啊 什麼怕錯位等等等等的 就怪怪一樣堪破的 他們現在不會怪這些錯位啦 可是他們就會說lag啊 又lag又lag 但至少有一個新的 讓你不要錯位的方式 你要教主要幫我們介紹這個 修正錯位使用的新連線方式 對那我們其實上一期的節目 已經蠻詳細的講解那個基礎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說一下就是 他在哪裡 怎麼開漢 他在哪裡 看最重要的細節 就是其實這個問題在世界頻道 也超多人問的 因為這一次的新改版就是標榜說 有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在設定裡面 可以看一下我的電腦畫面 反而他你不好一定找到他嗎 他是英文的 他是黑的 你按不下去 所以操作長按說 到底要怎麼開 這個新的模式 所以這個模式其實就這樣的 因為他牽涉到重新連線的問題 所以你要回到你的角色選擇畫面 在這邊的時候 他才會變亮黑鋼 喔 難怪 這last step就是新的 那這個predictive是舊的 所以說他其實預設的時候還是舊的 所以你要手動來這邊改新的 你要教傑哥那個 難怪我都按不出來 這個其實很難 第一個英文是 這個是last step 他其實是一個複合字 不是昨天 不是上一集 last step 傑哥你玩這個真的很痛苦 因為他這個設定中 他一開始都是英文包 根本就連下這個東西 這個只有被他是這樣 那個什麼 索 索 一個字是索 我那天只是要解開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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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 他後面是step 就是一步一步的 Lock step 喔 成功了 對啊 雖然翻譯有點日系 不過大家都聽得懂 你可以再把它連在一起 Lock step 就是one step 就是一步一步 前面那個L-O-C-K 你知道L-U-C-K嗎 L-O-C-K是誰啊 就是Lucky 就是Lock 對 然後他是L-O-C-K 那連在一起 不是下禮拜要考他是不是 對 老師我聽不懂 所以第一個那個是 是新的 對是新的 所以這是防錯位的那個 Lock step 對 就是 那怎麼翻 就是防錯位 Lock step 其實不好翻 鎖你的 鎖你的步驟 鎖你的步驟 就是一定要跟4-5G溝通 你做 對對對 這個概念 等於是 做一件事情 再做下一件事情 對對對 就鎖定你 那一個就是防錯位的 就是 你說我走一步 他說你走一步好 他就幫你鎖住 你走完一步以後 他在那邊跟你說 你走完這一步了 再說你可以做下一個動作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模式來玩 OK 那第二個呢 剛剛的那個是 這個是舊的 對 Predicted 就是基本上他沒有什麼 我們其實有公會成員說 他可能有一個改動 就是我們在舊的模式不是會錯 沒有 這個字比較難 我不想教你 沒有必要再放空啊 被放棄了 再放棄了 講英文我就完全看不懂 這個是比較難的 這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Predicted是預測 Predicted 你加一個tip就變成形容詞 有可預測的 沒有沒有 這個單太長了 太長了 因為他本來不知道那個單字 對 那前面那個他是兩個字 他應該都認識 所以現在變簡單 因為沒有 他現在字有點小 看不太清楚 他這次是不是 自己幫你設定很多塊錢 傑哥這個追蹤不就跟我們說什麼一樣嗎 我那天 我那天一上線 這很小勾清楚 就我那天一上線 我就發現我又完全沒有辦法撿東西 喔沒有 因為他自己幫我設定的那個撿東西 不是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當初就是台版剛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設定也是那樣的 但是你可能 你第一次改好之後再也不用改 那為什麼要到這邊要再改 因為這是全新的伺服器 所以一切都回到最初的那樣 最初的設定 好啦那這邊就是 就是再一次教大家要去找到一個新的 新的一個模式就是防止錯位的方式 一定要回到角色選單 對 不然還是灰灰的看不到喔 不然要不然你設定會不會按不下去 先回到角色選單 再按設定 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們今天也會用這個模式來玩 給他學到一個新單字 見到遊戲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可以跟大家再講一下一個 新的介面上的改動 對 就我們以前按F1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 關於你網路延遲的一些資訊 對那這個東西以前在左邊而且超大 所以其實你沒辦法開這個東西玩遊戲 因為它 就是太遮畫面 但是現在它被改到右上角 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就小到 小到我們 有點看電視螢幕都看不太清楚 就真的蠻小的 那你如果再按SF1的話 它會變得更小 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非常非常小 等一下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怎樣 這是你的延遲 網路延遲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是一條平平的線 其實只要你不用去看那個小 只要看這條線 如果一直是一個平的的話 那你用這個新的模式來防車位的話 基本上是OK的 就表示你的網路非常的順順 那如果你發現 因為這個是即時的 所以如果你的網路變差 它可能會變成這樣 我這邊有新電圖 而且還蠻正奇的 如果你變成新電圖的時候 你就可以考慮換回 就Jio的那個模式 這樣 對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們 就是打一些Race的時候 其實 即使你是用Jio的模式好了 你再知道你的網路 開始Lag的時候 其實也很有幫助 因為你就開始變得 做一些安全的舉動 所以它現在變成這樣 小小一個在這邊 然後用線圖的方式 來表達 其實對玩家來講是蠻方便 所以你看到那上面那邊 會出現有波紋 就表示你的網路開始鬧你了 網路 我們就可以打掉下去 給電信公司 你喜歡做啊 對啊 不延遲啊 對啊 玩遊戲不行 而且我有圖有真相 我截圖給你看 你的網路就是不穩 直接打掉下去 對啊 等一下打掉客訴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現在客服全部盲線中 請稍後再過 那裡面就真人 你還不能講那個 語音假語音 他直接掛你電話 所以這個可以測試一下 人家的網路到底是不是很穩定 對啊 不錯 其實也不錯 對啊 那可以知道它的那個乘數數據 它是有寫字的 但那個字很小 所以它會寫說你的延值是幾毫秒 現在是15 那誰看得到啊 真的好小 如果你在玩電腦是看得到的 但是現在電視裡 螢幕裡我們有一段距離 比較適合 所以現在算是順的 對 現在非常的順 就是順到不行 所以等一下如果死掉了 沒有藉口 那你就要一直開著啊 對啊 換你手上說 我們會一直開著的 OK 等一下絕對不會是死我 欸 你們等一下去幹嘛 我們等一下組隊一起打圖 打哪一張 一樣是隨便打一個地圖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全新的角色 那主要是剛剛已經介紹過他 我現在介紹一下我的 就是我們上一週就是即將三打的時候 其實有討論到一個話題啊 就是因為小梅實在是太手殘了 所以我們要幫他想一個 又喔 又是小梅 即使很愛逃跑也可以玩得流派 然後最後決定是圖騰對不對 圖騰對不對 我們最後的決定就是圖騰 因為圖騰你可以先放 它就會在前面幫你擋住一些 對 那現在在開始打圖之前 我也是先來海港 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角色在幹嘛 嗯 就是其實它超適合小梅的 你看我就是 我也沒怎樣好不好 我看到怪物啊 然後我就丟一根圖騰 然後我就開始跑來跑去 它就開始噴火 然後怪物就死掉了 好方便啊 我這個角色玩家在發呆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怪物就沒問題 所以這個圖騰的話自己找位置 它會自動去 哇 它不是跟搗蛋一樣的 就很像你蓋塔有沒有 就很像蓋一個砲塔 然後你找到發呆 它就會在那邊幫你噴男生去 對啊 你就趕快去逃跑 那爪騰那個角色剛剛雖然已經看過 不過我們還沒有看那個進的寶石 我們現在進一個字卡來看它使用的那個技能保持好了 對 那個字卡來看一下字卡 冰噴發沒有好 不要講一下 這個已經翻譯好了 是寒冰衝擊 寒冰衝擊 你不要給人家隨便取 可是我覺得剛剛那個冰亂射也可以啊 對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有幾點 剛剛爪神還沒有提到過 就是首先它是全遊戲的技能裡面 沒有 我們看下面就好了 下面是中文的部分 別害怕 別害怕 它真的是全遊戲基礎攻擊傷害第二高的技能 目前它是第二高 就是真的傷害非常高 但是它會扣你的一點攻速 嗯 對 那 這個英文部分其實有講到 就是我雖然不是看很懂 不過它講到說 它放這個技能之後會重複兩次 對 那我猜它這個 我們剛剛靠爪神有使用嘛 然後它有一圈一圈往後來擴散 其實有三圈 對 因為中文的部分沒有寫到 就是有三次 它是寫到第二次 對 但是我們猜是有三圈 然後最外圈是最不透的 然後第二圈 再來第二圈那一圈最通這樣 對 那就是因為有三階段這個部分 所以它可能才會扣你的攻速 不然會有點太離譜 然後它目前有一個據說是bug的東西 就是它不能串多重打擊這個輔助寶 為什麼 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 是因為不能串 所以它就剛好就是 一開始我們大家懷疑說 是不是能串就太OP了 是不是這樣的設計 結果後來就是好像有官方的人來說 目前是bug 所以它有可能會 它應該要是可以串的 所以它可能會修 所以它這個角色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 剛剛爪神 它攻速其實並不是很快 但是我們滿綠球的時候 攻速就還蠻快的 好 對 爪神是因為它 打人家打斷 硬要講 沒有關係 可是綠球會被嫩 可是綠球有可能 這時候就是又被那個摔落了 那我們現在立刻進入地圖來打吧 沒有組隊 沒有組隊 真的喔 進不來 QQ 還不組 組隊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要了啦 我們這個 沒有按照開實況是在麥卡貝Live直播 也會在電玩台跟無線台播出 不過現在Live直播的時候 在聊天室上面有人就留言說 傑哥特別喜歡射 很噴 你們不覺得這兩個字就是射 夏天要到 不是就是設計出來感覺特別有衝擊 衝擊 有點叫做 閩溫的網友留言 人家明明就叫做寒冰衝擊 後面有個網啊 掉了一堆寶 好像掉了一堆寶 而且上次傑哥明明就已經幫人家取了 冰噴巴的這個技能的名字 然後下一次自己還忘記 你又亂取 叫什麼冰棒亂射 每次都要改一下 不是而且這種改都離不開這兩個字 就反正都差不多啊 我就喜歡啊 總改都離不開 因為你們不覺得射跟噴這兩個字 感覺就很有衝擊嗎 衝擊 這兩個字充滿了生命力 充滿了生命力啊 沒有 他們就從下面戳上來的 就是Light啊 換句就叫拚亂戳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角色真的是組隊的好朋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怪都會被換 然後被頂 可是你這個角色如果被撞到 就會讓我電腦當機 我覺得不是很好 我這個還好 因為我沒有去衝範圍 如果有去衝範圍的話 可能就很容易會讓你當機 小梅怎麼今天沒有跟著一起 因為小梅 對 不要再說我啦 小梅是怎樣 沒有我先看一下 教主到底幫我設計了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下禮拜我就可以 所以今天是在 你今天是幹嘛 打醬油啊 我是北區醬油玩 對 新鮮小輪 新鮮小偷 現在小梅講這個 講得越來越理智慧 一開始還有點禁虛 然後現在已經完全就理智慧 我就直接進來看這樣子 拜拜 我是北區醬油玩 OK的 北區醬油玩之新鮮小偷 我們之前不是有一集 有給小梅一個挑戰嗎 就是他要用我做亂七八糟的角色 去打海洋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有成功啊 對 他有成功 當然打了超級久 就是久到廣告時間都被拖延了 對啊 看我們不能休息 不能這樣啦 沒有 我剛才特別的是說 你看上禮拜我才重新鮮長新的 現在才過幾天 四 五天 一個轉成七十幾級了 那個教主八十幾級了 對啊 啊你 他們是宅王之王耶 宅王 不只是小梅的意思是 我沒有在宅 你是宅人的嗎 他最近很紅 很多人約啦 而且他最近又要出寫真集 哎呀 還也是 什麼被啊你啊 貝莉梅是不是叫貝莉梅 等一下 沒記錯啊 我幹什麼啊 你也是手沒造 這裡是我連去年2014年 第二門在宅王第一門 就出過寫真集 那 我幫你排滿 貝莉梅 我們在一個 這裡有一個教育的 今天還不錯 謝謝 不好意思 在哪兒打天下是怎樣 我把那個圖城幹掉了 那一個噴火拿一個在那邊弄冰 很怕的 你又想到什麼奇怪的東西了 冰火二重天之類的 冰火二重天OK的 因為小梅最近還要回答網友的提問 啊 你怎麼知道 對啊 貝莉們可以開始開放讓大家問問 不是不是 因為就是 那個是幹什麼的 我上一次實況啊 然後因為那天我就是發生了一些 就是死死 然後我就是 就心情有點不爽 然後我就一直瘋狂的 就是在實況台上講我的心酸血淚史 然後就是大家就超愛 然後就一直就是說 那我可以就是在問你什麼問題嗎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不讓我關台 然後我想說他是怎樣 然後我就開一個就是提問 就是你們可以問我 然後我下次開台的時候 就可以回答 哇 冰火真的好紅喔 連續連21歲都還沒知道 你跑跑第一名 他還沒有做Q&A呢 不要這樣啊 不要這樣啊 這樣就可以不用練這個POE的 一集都可以 要啦 要練了啦 請到朋友 可是他這次就是三檔時間 就是剛好就是 因為我是周末比較忙嘛 就是我上禮拜剛好就是 三創那邊有一些活動啊 我就 就剛好錯過我可以練的 他就是去空間 在大家步曉小梅的這個過程中 默默就把王大師 對啊 欸欸欸欸 我們回到我們的螢幕畫面 對 我們那兩位 就是兩位選手對不對 對啊 默默的就是在支撐著我們的節目 對啊 多麼的認分 欸沒有 那我的角色怎麼樣了 就是 你直接 欸角色沒怎麼樣 反正我角色就是這樣 已經直接變成那個 小梅角色 那個幫我設計的那個怎麼樣 很OK很OK 就這樣說啦 就是 我們下一周要讓小梅挑戰完 圖神流的角色嘛 那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完全沒有玩過圖神流的角色 所以我們今天先大概讓他 看一下這個角色 怎麼玩 讓他下周死掉就沒藉口了 有沒有 現在不會錯位喔 而且已經給你看過怎麼玩了 不要這樣啊 那剛剛沒有在看 他剛剛在跟我們聊 他腳腳要出現了 他會說沒有錯位 可是lag了 欸 欸 好啦就看就是這樣嘛 站在這邊 欸拉近看 哎呦 走兩圈 他大腿肌肉非常的緊實 拉近看 這個是那個 所以你就放火圖騰 你就放一個 但是他是一個老頭 我可以放兩個 可是這是聖騰 大叔也不錯啦 他不是大叔他是老頭 他是老頭 他是老頭 大概已經 大概已經有 你看像這種房間就超方便的 我往裡面丟 然後我人站在外面 簡直安全到不行 這超適合我欸 真的 你看這個其實是所有流派裡面 可以離怪最遠的 你看我在這邊可以打到這麼裡面的怪 可以離怪最遠的 螢幕外的怪我都可以打到 所以根本就是 好方便的一個技能啊 我就要把那個圖騰插在螢幕的邊邊有沒有 這樣可以打螢幕外面的怪 對 所以這個開實況的時候 觀眾會很憤怒 就說 可以走過去看怎麼打怪的嗎 我要看你打怪啊 就在那邊遠遠的丟圖騰 大家就在螢幕上看你的角色發呆有沒有 欸真的你就這樣丟了然後他就自己在那邊噴 而且你突然傷害超痛的欸 對啊 這就是那個啊 丟後不理 丟後對不對 丟後不理啊 丟然後我就不理你了 對 丟後不理 反正他自己會射 他自己在那邊噴 他自己在那邊噴 你讓杰哥瞬間又有力 杰哥瞬間又有體力 然後瞬間SP又增加了一點點 對 瞬間很興奮這樣 就不用理他了 我已經發現一個重點 我們這個節目上要盡量避免提到英文跟數字 然後要使用大量會噴東西的 噴射 對各種 感覺我好像有點滴的感覺 欸可是 我 載員覺得他一定還是 不可能完全都是優點 他一定還是有缺點 可是圖騰流還是有缺點 對阿容易死嗎之類的 這個超不容易死的 嗯 那就好 那他的缺點是圖騰很容易死 你本體不容易死 因為圖騰的血比較少 像我們有一些圖啊 像元素反射 這種圖 你的圖騰 因為你的圖騰傷害太高了 所以你可能一噴 一噴怪 過一兩秒 你圖騰自己就反彈成機器 所以你就要一直補放 這其實蠻麻煩的 大家剛剛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隻很大隻的金怪 就是新類型的那個怪 他打成這隻有夠痛的 我被他打一下直接 瞬間剩三分之一的血 哪一隻呀 就有一隻很大隻很大隻的怪 這個這個 我右邊這個 對 可是他剛剛是金的 他剛剛長得好奇怪喔 可惜他打不到我 這隻 我看他長得有點可愛 結果已經第二次說到可愛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種怪 然後我剛剛的想法就是 還好他不能打我 因為他打我一下 我真的就快往生了 就把小飛蛇插在門口就好啦 沒有他打我一下以後 接下來就變冰塊 這真的超方便 這我下禮拜應該不會死啊 對啦 還有一個缺點我們必須講一下 就是有時候如果你這樣一直沒有遇到怪 你就會一直往前走 結果遇到譬如說你走一走 突然有鑽地的怪跑出來打你 就沒辦法 你就來不及 對然後你可能一直被怪追著打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放一個圖騰是有一個舉手的動作 所以小梅被追的時候會怎樣 他會這樣啊我被追 啊我被追 啊我被追 我覺得你學會有點像 然後他就不會停下來放那個圖騰 那這樣你就沒辦法打怪 所以礦圖騰一定要停下腳步 對一定要停下腳步 啊我被追我被追 還一張新的吧 我覺得他剛剛學的這個很熟悉 我是小梅還會講說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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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小梅超會講噗噗噗噗噗噗噗 對啊 因為很緊張啊 然後就一直 我想到我想到就是 有個女生在開車 然後他就開開開 他就遇到前面一顆鼠是壯 所以就是按喇叭的意思是一樣的 他看到一顆鼠 就是不要 不要噗噗噗噗噗噗 要幹什麼 不會好不好 就走遠一點 然後就趕快放圖騰就好啦 不行 可是如果你跑不夠快的話 對啊 那他就追在你後面 你有位移記嗎教主 這個嗎有啊 我們來展示一下飛來飛翔 還有位移 這樣就不用怕了 所以你根本就 好像克服這個角色的弱點 下禮拜不會死啦 應該不會吧 對 那今天除了介紹這個 我們兩個的新流派以外 其實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天賦術的改動 跟珠寶的改動 其實這次Beta除了這兩個改動以外 沒有太多改動 所以主要還是來看看有沒有什麼 就是完善原本的流派 就是新的流派的話 可能就只有爪神使用那個技能而已 所以我們下一趴將會來 介紹就是 爪神他有回去LIVE開發一個 很有趣的流派 之類的 這還有什麼流 目前還沒取名 但是跟噴有關 跟噴有關 我看完我幫你取好不好 我拜赤你 跟速度跟噴都有關 速度跟噴都有關 你可能會幫他取個三 他瞬間心情很好 對啊 瞬間充滿了 傑哥瞬間 充滿朝氣 我的天啊 你說一秒狂噴射之類的 對對對 這個流派真的很像什麼 一秒狂噴射 下一段節目 就會 讓傑哥整個興奮起來 他要來看新的爪神創造出來的流派 我最喜歡放一下取名字 我其實覺得爪神創造流派都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 我會發現我們兩個創造流派其實差別很大 他會喜歡把某一個 沒有人用的東西 他會喜歡把某一個屬性撐到極致 然後其他屬性都很爛 然後我是比較平衡的 其實我喜歡做一些沒有人做的事情 所以你們才會是在一起啊 你都複補我的狀態 今天載雲哥不是在嗎 為什麼沒有鎮住 因為你剛剛讓他興奮起來 讓他醒過來 所以等一下就讓我看看你的新流派嗎 還沒有取名是不是 還沒有取名 好啦 所以我們這邊請觀眾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再馬上回來 取名喔 這個 請請請請 我就是愛錢 哈哈哈 每天晚上七點到十點 最好看的網路直播節目 麥咖啡網路直播 一定要看喔 你是 gli 일본Cause